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大家理解不了 如果理解不了什么叫下贱的话 这是下贱 这是下贱 下贱的含义在其中 在这种 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如果他知道自己做对的话 别人照相的话 那是一件非常得意的事情 对吧 那旁边的人去 有人给他们照相 他们用手去打 去这 甚至有辱骂 那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他们要做 为什么 禁不住诱惑 对吧 禁不住诱惑 其实就像昨天应该 昨天是前天 神韵在纽约 神韵在纽约 林肯中心 是林肯中心 是哪儿 在演出 那外面呢 又是一些大陆人 举着牌子所谓的抗议 牌子是一样的牌子 那你说他演出都是晚上 黑街的你戴什么墨镜 结果被人照相的时候 哎哟 有这样的 有那的 什么样都有 你既然抗议的 你看那个 在法国 在欧洲很多地方抗议的 特别是法国跟意大利比较多 那女孩子抗议的时候 他就把衣服都扒了 他那么 就要等着人 他为了是让人家来嘛 让人家看到嘛 让人家看到他要抗议的内容 那些女孩子 吴上庄 他给扒之后呢 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是他的方式 你抗议不是也为了引起人家注意吗 那人家向你去注意的时候 你就跟孙子似的 跟那个王八口似的 跟那个王八脑袋似的 你全缩在壳里头 那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下贱就在这里啊 下贱就在这里啊 这是真的 那结果有朋友说 涛哥我得跟你商榷一下 这个我不太认可 是因为国内的奶粉实在没办法吃 那家长们为了孩子就这么做 有多少人是为了家长是自己的孩子 不是 很多人是透过现在的什么支付宝 阿里巴巴 透过网上东西往国内贩卖而已 对不对 他是赚钱的 他要不是赚钱 只是孩子吃 有朋友留言说 你妈奶不够啊 就说这意思了 国内的奶粉出问题 就像现在说的假疫苗似的 我自己有朋友说 涛哥你说一说期节目 我觉得不是新闻 我个人觉得不是新闻 哪些疫苗是真的 哪些奶粉是真的 这些东西的产生的原因都是生命下贱所致的 一环套一环 他的生命的下贱的 一环套一环的下贱 直到今天中共最上场 中南海的主人 都是下贱的 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去抓捕那个 去把那个加拿大人从15年判刑 转成死刑 以这样的方式去应对今天孟晚舟的事情的时候 他今天中南海的主人就是下贱 就这么回事 他没有包容的概念 没有理解的概念 没有正常人的概念 只有报复 在他的权力能够触及到的地方 就像曾经一个大学生 北大的学生 女学生质问克林顿 在这个北大质问克林顿有关中国的问题 跟中国跟美国的问题 他表现出极端的爱国主义的情操 那份情操促成他三年后 嫁给了美国人 生了三个崽子 下贱 这就是 他是整体这个体制 这个社会把人毁了 他下贱的概念是不能够认清自己生命的本来的根本 本来的根本 那华为把他自己的主管 把孟晚舟以国力的方式 以人质邪恶的方式 要把孟晚舟抢回来 但面对王伟精一刀两断 这就是华为的下贱 当然 也是王伟精的下贱 这种生命没有人尊重你的 华尔街 因为大的媒体呢 他们周末都休息 所以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件事情呢 他做了一个最新的更新 15号7点20分 两个小时之前 一个小时之前的更新 解雇在波兰被指从事间谍活动的高管 王伟精 那他称他对公司的全球生育呢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种双方性的下贱了 我以为就是这样 那在文章的内容呢 有些是我们都曾经分享过的 他披露出一些细节 披露出一些细节 这是解除他的关系 然后呢 波兰官员讲 没有指王伟精的案子 跟华为之间有关系 星期五抓捕了波兰的 华为驻波兰的销售总监王伟精 涉嫌从事高级别间谍活动 高级别间谍活动 只针对个人 没有针对华为 波兰是这么说的 但美国的一次 一项长期指控提供 但是这为美国的长期指控 提供了佐证 怀于中共当局利用华为 从事间谍活动 或开展网络攻击 并劝阻盟友 抛弃华为设备 这是最关键 对吧 波兰产生的 这件事情产生的实质作用 远远超过现在的孟晚舟时间 华为怎么做是他自己的事情 但没有任何用 除了表现出华为的背信气意 华为给他的员工带来一种巨大的心理伤害 我看没有任何其他的更正面的含义 没有 应该没有 但他也无处可去 这里提到 在全球5G网络布局之际 这件事情的影响巨大 这个事情会给很多 特别是在欧洲国家 会给很多欧洲国家 一个定心文 就是确定决心不再使用华为5G产品的 这种决定是起了一种 怎么说呢 添加剂 王晶被抓 直接牵扯到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华为可能为中共开展间谍活动怀疑 华为多年否定 称公司是员工所有 运营不受中国政府的支配 那公司由员工所有 王伟晶有没有一部分 华为的所有权呢 他可没说 但王伟晶的身份 王伟晶的身份 可应该是能够具备一定的所有权 解雇雇关系 如果他是一个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话 华为是这么说的 是这么说的 如果拥有所有权 那今天的状况是什么 如果他根本不拥有所有权 跟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冲突 所以在我自己眼睛里认为呢 华尔街日报这么写呢 就有着暗含的意思 那王伟晶有没有华为的所有权 如果有华为的所有权 他是间谍 如果他没有华为的所有权 那华为的所有权 是由员工所有 那是谁 什么样的员工具备这样的条件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都限制华为进入5G 那实际呢 华为在美国遭遇被禁止 无法联系到王伟晶和他的律师 那然后这里提到说 王伟晶担任华为企业部门 驻波兰的负责人 主要是向政府客户销售技术 波兰是华为关键市场 为四个主要网络运营商提供服务 同时是波兰第二大手机供应商 占四分之一的市场份 那所以他对波兰而言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个份额 说明华为在波兰的影响巨大 华为在波兰的影响巨大 那波兰政府下手抓他 一定是有着相当确凿的证据 而且波兰政府下手抓他 是有着波兰政府的真正的 相当深厚的考虑 我以为相当深厚的考虑 所以我刚才的说法就是 如果是这么深厚的话 王伟晶有没有华为的 所有权的一部分 相应的分析师 这家公司的分析师说 该公司参与协助波兰最大的运营商 Play改善4G的基站覆盖 Orange跟T-Mobile也聘请华为在波兰 推出预商用的商业用的5G网络 那如果是这个背景之下 华为波兰很可能会禁止这个华为的5G 那对当然对他的很多运营商是个打击了 所以现在5G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这种 就这件事情的影响啊 只能这么说 然后这里面又提到了这个华为本身的内容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 因为多少遍了 然后提到外交部的表示 等等的 这也没什么可讲 主要是这一段 王伟精在波兰当地商界很有名气 经常出现在华为赞助的活动上 在相应的资料 以及对他了解说 他曾经是主管华为驻波兰的公关部的人 而且他在波兰充担了文化桥梁的作用 也就变成了王伟精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不是一个单纯为华为做事情的人 他的背景 他的资料 他的过去的所作所为的不单纯 他这个个体 个体者的不单纯 一家旅游推介公司的网站显示 2014年 在一个培训项目中 王伟精帮助旅游行业的人 适应中国市场 他是学波兰哲学的 还取了波兰的名字 他曾经建议 在中国游客到波兰旅游的线路中 去除掉 去赌场和宗教场所的行程 避免太敏感的安排 一个组织者听取了他的建议 在中国一个商界团体的旅行中 加入了原生态的森林 以及没有毒素的化学品工厂 这样的细节介绍 来描绘王伟精 在波兰商界的影响力 在波兰商界的影响力 所以王伟精在波兰 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成为了一种文化桥梁式的名人 那是相当厉害 赌场跟宗教场所 他去建议取消 在中共党的系统当中 中共党的约束的系统当中 他们是不允许这些人 去赌场 去宗教场所 而在波兰 波兰在摆脱 波兰团结工会 在摆脱共产党统治时期 与天主教 与梵蒂冈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而在波兰 共产主义的消失 那天主教教皇 起了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宗教在波兰 是根深蒂固的 宗教信仰 在波兰人的心目中 是有着崇尚的地位 那他却建议呢 中国大陆的旅行团 你们不要带他们去这些地方 也就不要让他们认识到 真正的波兰是什么 因为他 从换个角度来讲 他在 王伟晶在替中共做事情 无论他是主动的 是被动的 他在替中共做事情 他展现出来的价值观 是共产党要求的价值观 感谢朋友们 请食道喝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